欢迎回来带您看到嘉一县蒲子市公所 今年首次透过社群平台Instagram 邀请台湾摄影好手 透过镜头来记录蒲子之美 颁奖典礼吸引不少爱好摄影人士跟民众前往参观 墙上挂着一幅幅秀珍的照片 有华丽雕花搭配金色罩杯 构图色调极具张力的玉刺金杯 展现建筑空间与光影之美的意愿回廊 以及描绘台湾乡土的《养牙人家》等摄影作品相当细精 的不同的建筑拍摄方式 然后建筑之类这样 他从远处一直往这边冲过来之后 因为可能是肚子饿 然后在喂食的时候 觉得真的很壮观 而且我很少看到这种照片 嘉一县蒲子市今年首度尝试 透过IG社群平台举办摄影比赛 为蒲子记录不同面向的历史影像 这次共有200多件参赛作品 筛选出30件得奖作品 23日举行颁奖典礼 很多影片也都是在IG或者是抖音 就是这样子火红起来的这样子 所以我们今年就想说 那利用IG的这样子的一个力量 借由这些摄影高手的一些照片 然后再把铺子推广出去 市长吴品锐表示 这次摄影比赛作品 特别在刺秀文化馆展出 邀请民众前来参观认识铺子之美 同时感受铺子身孕厚实的文化底蕴 新台南大电视留言区 方雅贤 台湾嘉义采访报道